到底该不该取消英语课 英语现在学了还有用吗 很多朋友给我发私信就说 张特领你看最近啊 就是这个该不该取消英语课 这个吵得很火啊 有些人说应该学 这些人都是英语培训机构 都是留学机构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这些人就在戕害我们中国人 还有一部分呢 说不应该学 为什么不应该学呢 你学中文就够了 一个中国人干嘛要去学洋语呢 对不对 我们的国家已经这么强大了 中文将来迟早是能代替英语的 成为世界性语言呢 那今天我就来讨论一下我的看法 我也不怕得罪人 首先第一点 中文将来会不会成为世界语言 我不知道 你可以说中文 它是现在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但它确实不是使用人数最广泛的语言 这是第一 而且呢 中文这个普提率 其实在国外并不高 虽然说大量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 社会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中文 这个东西还没有谱提到下层社会 中下层社会 你要知道社会的主要 即使是靠中下层社会来完成了 不是光靠中产和中上层社会来完成 好吧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你不管在国内外 只要你想搞科研 你要图示高端领域的研究 你要提升国家的实力 你要干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要搞高端的外貌 你必须得回英文 你不会英文 你也得带个英文翻译 这是最基本的 好吧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国外所有的高端领域研究的材料 资料 你只有用英文才能查得到 中文的东西都是翻译过来的东西 大家知道翻译过来的 存在一个语言偏差 那就不甚准确 所以说你不如直接看语单文 一次 什么时候中文能取消英文 我认为至少得达到三个点 才可以用中文代替英文 第一 我们已经大大的超越美国 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 第二 我们已经大大的超越了美国 基础科学变成了世界第一 第三 我们的国际化已经超越了美国 在社会各方面的人才已经超越了美国 这三点同时做到了 中文可以代替英文 这三点如果做不到 中文暂时还代替不了英文 有些人可能不服啊 说 这买什么 他们不就是靠同时世界吗 那没办法 那前一轮的时候呢 人家昂撒人同时世界三百天 他先把这个面包给吃了 对吧 那你后来呢 这个面包做的就没那么好了 或者这个面包剩下的就没那么大了 你就没办法 你要追 就只能从最开始的地方 一步一步的往前追 这是真没办法的事 他不是说你喊两句口号 你拍两下桌子就能比过他的 好吧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英语课呢 该不该从一个主课变成副课 这个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啊 我个人认为啊 英语课最好是主课 不要是选修课 我们大家都知道 咱平线而论啊 抛弃爱国不爱国的这个观点咱不说 你咱们说是一场地以至一 首先你得是一场地才能以至一 那你连一的语言都不会 你都学不会一的东西 那你怎么去是一场地以至一呢 对吧 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 我们还没有超越西方的 只是我们在这方面极限搞得更好 在我们这方面有些领域我们搞得更好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没有超过西方的啊 那既然你想超越它 你想玩它 那你就要大量的同事这方面跟他们打交道 或者跟他们学习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二点大家想想啊既然英语是必学的那么取消了英语课 可以出国留学就利用它可以进入外企工作就利用它可以培养出一批高精尖 然后呢垄断这个仕途 其实这个反而对穷人家的孩子是不利的 我们知道啊我们穷人家孩子大量的培养出一些啊 人才来 他都是靠自学成才 他都是自己在学校啊靠着九年义务教育 至少学完了基础的英语 然后他才能去自学很多东西 可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东西剔除义务教育的话 或者说你把这个东西变成选秀的话 那很多穷人孩子就向上通道会被完全封死 很多人说你这个太夸张了 我们穷人孩子翻身就要学英语吗 你告诉我你什么不需要学英语 你当律师不需要学英语吗 你搞基础不需要学英语吗 你搞基建不需要学英语吗 你搞科研不需要学英语吗 你搞医学不需要学英语吗 当然你说你在县城里当一个小生 那是不需要啊那不需要那那那当我没说 但是你但凡往高位走 你但凡往很多地方去你都需要学英语啊 这没办法我也不想承认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这些提出英语啊 把它剔除出什么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些人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大量的他们也都属于既得利益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钱了 即使把这个东西变成选秀 他们的孩子也有钱去学义 他们也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补课班去 你明白吧 而你的父母呢 由于掏不起这个钱 由于掏不起一个月的啊 这个几万块的英语费 你的孩子将会被剔除出主流的文化 你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 差距会尽有那大 有些人说学英语没有这么贵 那我告诉你 英语一旦变成了一个小众的事 那它就会变得这么贵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门世界语言 但是这是一门世界语言的同时 它又在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还是世界第二强国力 变成了一个小众的事 那么你能告诉我 根据市场行为 那这个价钱会暴涨 还是会暴跌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因为你可以控制一两种东西 你可以说把这个东西 替录出课本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选球课 但是人心你是很难控制 家长算不动 孩子出国留学 这个你就控制不了 对吧 那我就 我觉得孩子那句话 一个两个人说 出国留学有好处 三个四个人说出国留学有好处 权贵都这么干 然后你认为出国留学没好处 那你觉得谁对啊 那人家总看问题的 思维比你高吧 我没有说这是什么 人分三六九等啊 但是权贵的确实 人家能得到的资源 得到的信息比你多啊 那人家都这么想 那你这么想 还是不这么想呢 对吧 那你要认为你对 当然也可以嘛 对吧 这个世界上 本来也没有人会 强迫你的思想 为了什么样 那其次 我请大家再看看 这些普通留学没用的人 这些普通这个什么 英语没用的人 我还是没句话 是他们有谁 是没留过学的 或者说他们即使没留过学 他们的孩子有没有在留学 他们家的亲戚有没有在留学 如果他们家的亲戚 他们家的孩子 或者他们自己都留过学 那他们为什么会告诉你 留学没有用 是吧 那就像有些人说 这个东西 人家只是说 人家留学了 才发现留学没用 卧槽 那你留学了 你发现留学没用了 你当初去干嘛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对不对 你干嘛不让美国退你学费 他不退 他不退你不会闹吗 都没有用了 你你这亏都吃不了吗 对不对 你为了中国人民 把钱要回来 让我们中国人民看看 你到国外被坑了以后 是如何在这撒谱撒滚的 对不对 你可以去搞一下嘛 所以说呢 这些告诉你不要留学 这些告诉你不要学英语 他把自己的孩子都送你学英语 他把自己的孩子都送你那什么 就像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 美国的这些权贵 包括特朗普北 他天天说是中国不哭 天天说是中国威胁 天天说是中国这个 中国那个 他们都把子女送你这种文 他们都把子女 他们都知道下一轮的世界就是 主要是西方跟中国打交道 或者说美国跟中国打交道 人家都把这上层的路给铺好了 结果你们一帮 就忽悠下面这帮傻子 红脖子就说 你们不要学中国啊 中国有问题 但谁看不到这老外 学会个中文到中国来 赚的不是满钵满的 对吧 看不到 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会告诉你们 中国很不好 中国很穷 美国很富裕 美国你看到红脖子过得多好 他都是这种意思 你知道吧 所以说啊 这就是在我看来 不让你学英语 这就是某一些有钱阶层 为了垄断世俗 为了垄断他们这个阶级 为了垄断向上通道 而制造出的一个假象 因为你明白啊 不让你学英语这个东西 家长都不干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要包装上 爱国不爱国民族自尊心 你要包装上这个东西来 这个大帽子可没人顶得起 你要明白啊 只要是包装成爱国这个那个 家长在爱孩子 家长也不敢说啥了 所有的家长都知道把孩子送去学英语有用 但是你只要包装上这个 家长首先不说话 因为家长都是成年人 他们不敢说话了 他们也怕这顶大帽子砸下来 然后被网络加盘虾给喷死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 就是国家要强大 没问题 国家要发展没问题 你要走走捷径 你要想办法去超越它 超越它 你首先要问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 不要天天在网上喊 不要在网上天天喷 不要在网上天天拍键盘 那没有用啊 如果你真的想让中文替代英语变成世界语言 那么请你先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那个时候你不要说是让他们去学中文 让他们去学三体文 他们都得学 好吧 那行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 大家拜拜